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我听说Splunk每季有小版本更新 每年有大版本更新 对啊 如果当初我们安装在地段的话呢 我们还要请厂商来帮我们做升级 那现在导入Splunk Cloud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升级的问题 是不是很棒呢 真的很棒耶 Splunk Cloud Migration Assessment 简称SCMA 会协助Splunk用户确认搬迁至云端的准备工作是否就绪 关键是我们需要进入你的Splunk环境 并开启SCMA的APP来执行搜索 它会显示一些重要资讯 像是APP是否兼容Splunk Cloud的最新版本等 请关注那些错误讯息 来查看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执行的项目 与建议动作来确保你的环境已经准备好可以迁移至Splunk Cloud 这里提供迁移至Splunk Cloud的旅途中需要准备的东西 像是你的资料来源 目前所存取的常用搜索 或是目前为止所建立的报表 仪表板 以及栏位截取设定等 当Splunk版本需要更新时 我们会在至少14天前通知客户相关联络人 Splunk团队将提供任何所需要操作的细节 比如资料收容的方式 或应用程式的更新 客户也可以在最多72小时前更改例行维护的日期 使用Splunk Cloud完全不需要担心升级的问题 Splunk Cloud真的让工作变得更轻松了 而且走入Splunk Cloud之后 我们的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升 而不用担心技术问题啦 立即体验Splunk Cloud 让数据为您带来无限可能